大家好 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来讲创世纪导论第二讲 今天我主要讲两点 第一点就是从中国的古文字的演变 我们可以看见创世纪不是神话故事 乃是真有事实 因为中国人的中国字里面有创世纪的故事 汉字不可能建立在神话里面 汉字是建立在生活的事实 生命的事实和历史的事实里面 所以根据这些事实 我们祖宗就创造了我们今天的汉字 从甲骨文演变成为今天我们可以书写的文字 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创世纪 它是一本讲关于救恩起源的书 是一本救赎起源的记载 我自己读创世纪的时候 我可以从里面 特别是一到十一章 找到许多的中文字 这些字的背后都是与创世纪的故事有关 譬如说 赵字 天地万物是从赵开始的 人类 神为人类造了一个家园的源字 然后与万族来源有关的 巴别塔 还有乱 还有后裔的意志 都是与万族 还有多国的语言文化的来源有关的 这个从字跟对字 是与亚伯拉罕和选民 救恩有关系的 还有人类的堕落 中文字里面你可以找到吃 贪婪的男 裸体的裸 躲藏的躲 奴隶的奴 下眼的瞎 这些都与创世纪故事有关系的 还有了救赎 你可以 我可以列出衣服的衣 还有船 这些都与救赎有关系的 很多的中文字背后都是与创世纪的故事有关系 中国古文字可以见证创世纪的历史真实性 首先我们来看创造的造字 造在希伯来文是Bara 就是从虚无当中创造出来 这个造字在中文里面 神怎样从无当中创造万有呢 他在中文里面 华人祖先是这样写的 走字步 然后 中间是个告字 告字下面是个口 因为我们要讲话就要用口 告的意思就是讲话的意思 而中国人告诉我们 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并不是用手来造的 乃是用他讲话的方式来造 他一讲出来了 就成为了行动 所以有个走字步 神话 神的话一讲出来就成了行动 神说有光就有了光 所以天地是神借着祂的话和祂的吩咐 所造成的 希伯来书里面说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天地是因着神的话所造成的 我们没有看见创世的情景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用祂的话语造成的 神不是人 祂做事情不需要用手 祂的口就有权威了 祂的话就有能力了 一说了就都造成了 华人祖先之所以写创造的造字 写成这样 里面是个告 意思是告诉我们天地万物是神说话造出来的 那这样的讲法呢 并不是我想出来的 乃是根据华人的古代的信仰 我们古代就是祭拜上帝 是祭天的 根据他们祭天的那个传统导文呢 是有这样的记载 我们来看看这个记载 跟创世纪有什么样的关系 华人祭天的时候呢 会念以下的导文 就是根据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就是祭天的导文 在那里说 帝王立命兮 孝三财 中分明物兮 为天便该 翻译大概是这个意思 上帝一下命令 就出现了天地和人 在天地之间 他将人和万物分别出来 而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命定当中的 诗篇第三十三篇第六节是这样说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借他的口中的气而成 这两处的比较了 让我们清楚的看见什么了 华人祖先跟创世纪一样 相信天地万物 是神是神用他口中出来的画而造成的 是上帝以口发出命令所造成的 并不是用手或者借着任何人的手 这两处给我们再一次的看见 华人古汉字 再次见证圣经创世纪 并不是神话 现在我们来看汉字里面 伊甸园的园字 根据圣经创世纪 神在东方设立了一个园子 在这个园子里面有什么故事呢 圣经说神用尘土 然后神用他的口 吹出了一个人 然后在这个人的旁边 神拿了他的肋骨 又造了另外一个人 就是女人 这就是圣经里面 神在伊甸园里面造人的故事 在中国人造字的时候 他的那个造字的内容 跟创世纪的故事非常吻合 这个字是谁发现的呢 就是从前那些宣教士 他们来向中国人传道之前 他们去学中文 他们写字当着画图 这个圆 然后画出来 然后他发现这个有图 有口 有两个人 他们说 这个就是创世纪的故事 我们中国人写圆字的时候 不会想到创世纪的故事 那些基督教的西方人 他们从小就读圣经 他们有圣经背景 他们写的时候 他发现 很可能中国人的文字 是跟创世纪的故事有关系 那我们再看 那个圆字 为什么下面是两个人呢 在中国甲骨文里面 有一个衣服的衣 这个衣服的衣 是一个象形文字 上面是一个覆盖 是什么呢 是用皮做成的衣服 用来盖人的身体的 下面是两个人 这两个人呢 也是象形 上帝在人犯罪以后 他用皮做了衣服 来覆盖两个人 这两个人 在神看来 不是两个人 他们是二人成为一体的 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神在伊甸园创造了亚当下花 然后神呢 使他们二人成为一体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园嘛 园是什么 家园呢 很多人呢 希望呢 家变成个乐园 家能够变成一个喜乐的乐园 他的秘诀在哪里 那今天呢 我们很多人 建造一个家 特别在北美 很多人都希望了家变成园 所以呢 都希望买个房子了 有一个backyard 有一个园林 其实的意思就是 我们希望家 不是一个房子 乃是希望家 像个家园 有园才有意思 对不对 有园 这个家了才美好 所以呢 我们叫家园 家园 就是这个意思 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画一个 造一个花园的园子 你大概会一个框框 然后呢 里面呢 画很多呢 一条木 两条木 三条木 然后画一个人 那个才叫语言嘛 公园嘛 中国人造字 不是这样造啊 那个园里面 有没有木啊 没有啊 园里面最重要的是 两个人呢 那就是这两个人呢 就是圣经所讲的 亚当夏娃 所以我们知道了 家要变成园呢 能不能成为一个乐园 在乎什么呢 在乎这两个人 同不同心 他们有没有二人成为一体 圣经所信与不信的 不能同服一 一二 所以要同心合一了 才能够创造美好的家 所以亚当夏娃 神的心意 是要他们同心合一 建造他们的家 如果不同心合一的话呢 这个家就不可能变成乐园 就变成 一个堕落的地方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字 乱 乱这个字怎么来的 刚刚我们讲到巴比塔的故事 中国人的简体字很奇怪 他乱呢 是什么呢 是蛇 从蛇头开始乱的 这个会不会是跟巴比塔的故事有关系呢 因为上帝第一次变乱人的 使人混乱是从他的蛇头开始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种巧合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后裔的意 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巧合的机会很少 很可能就是我们祖先 是见证了 上古真的是有这个创世纪的那些历史故事 他说人呢 后裔 人是从哪里来的 你看 那个一 刚刚我讲了 一是什么呢 上面一个覆盖 下面两个人嘛 上帝第一次造衣服的时候呢 是盖两个人的 就是亚当夏娃 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 所以了吃生肉体 因此神呢 就为他们呢 预备了一块皮 做衣服 来揭盖他们两个人身体 是裸裸的那种羞耻 后裔的意呢 就显出 就是说 我们人呢 从哪里来 中国人的汉字 后裔的意 很为窍为妙的 告诉我们 我们祖先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 是从两个人来的 所以后裔的意 上面是两个人 他也告诉我们 我们也是从一家罢口而来的 那究竟这个字 背后是隐藏了 什么样的事情呢 为什么有两组的祖先呢 按照刚刚圣经 我们所讲的人类的 是两个世界 两个祖先 亚当被造 一直到亚当世界结束 就在洪水的时候 罗亚的时代 上帝把他审判了 结束了那个堕落的世界 那是人类第一个祖先 亚当 然后人类第二个祖先 当时洪水闻灭世界以后 只剩下八个人 只剩下一家罢口罗亚 罗亚的后代 就是在四拿平原 中东的地方 渐渐越来越多 而且同讲一种语言 那上帝呢 看见他们在同心合意 表扬自己的荣耀 所以上帝就下来 变乱了罗亚后裔的口音 所以全人类文化的开始 是从巴别塔以后 就分出来世界各种的语言 因此罗亚是第二个世界 就是今天我们世界的祖先 也是人类世界第二个祖先 所以中文后裔的意志 人类是从亚当两个人来的 人类第二个世界呢 是从一家罢口罗亚而来的 罗亚的后裔建造巴别塔 巴别塔呢 就引申出来今天许多的语言 你可以看到 在有一些的各国的用字上面呢 他们呢 发音是有根源的 有同源的 举个例 我们从中文的地 地这个字呢 本来是指上帝 不是指王帝 后来呢 王帝呢 自高自大 就把上帝的字 加在自己身上 认为自己就是神了 所以其实古语来说呢 地这个字呢 就是Ga 那你看看呢 这个人类语言呢 是同源的 是同出于一个源头的 地这个字 中文是Di 就是发音D 那是汉语 然后呢 你可以呢 看见了 在意大利语呢 是Dio Dio 是很接近的 然后呢 西班牙语呢 Dios 然后呢 拉丁语呢 Dios 法语呢 念Dio 英语呢 Deity 希腊文呢 Dio 虽然是TH音 但是呢 还是有D的 一个发音 因此呢 我们就看到 世界各种语言啊 跟中文啊 他们那个D 就是对神的那个发音啊 都是有一个相同之处 表明呢 他们是同一个来源 再来看一个中文的塔字 巴比塔是人类语言 文化的同一根源 很多国的语言呢 他们呢 都是有类同的发音 中文是 汉语是塔 然后呢 你就看 英语的是Tower 也是有T字的发音 跟中文一样 威尔士文呢 也是Tor Tor 也是有T字的发音 西班牙文Tori 也是有T字的发音 拉丁语啊 是所有西方语的 那个来源 他们都是 以T字发音的 法语呢 也是呢 有那个La Tor 也是有T字发音 意大利文的Tori 也是一样 日语呢 它跟中文一样呢 也是有T字的发音 Tower 那菲律宾语呢 就是T-O-R-E 也是有T字的发音 你们发现呢 这些的语言呢 都是可以追溯到同一个源头 巴别塔 人类的文明呢 都是从巴别来的 并不是本土文明 全人类所有的人 都是从罗亚一家八口而来的 所以中文的义字是 两个人八个口 这两组的祖先 就是人类的祖先 因此呢 从各国的文化文字当中啊 你都可以了找到创世纪的故事 找到创世纪的影子 所以创世纪不是神话 你可以从各国的文化文字 可以找到他背后的故事 人类都是同一个源头 创世纪就是讲源头 人类是从上帝而来的 现在呢我们来讲这个字 这个中国另外一个字呢 在见证那个创世纪的历史故事 就是赤 你会看那个旧的合合本圣经 这个赤啊 它是用这个口字边 做契月的契 原来呢 赤是大有学问的 起初讲到赤的时候 神已经跟亚当夏娃立了月 就是有契月 有规矩 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分别上药树的果子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是夏娃不听话 她还是吃了 她违背了契月 对不对 所以呢 就犯了罪 所以这个吃 是口字边 做契月的契 在中文字里面 贪婪的男子告诉我们 伊甸园里面 那两棵树 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 谁在那里先偷吃荆果呢 是亚当呢 还是夏娃 是男人呢 还是女人 是女人 夏娃为什么会吃这个荆果呢 是夏娃在伊甸园里面 这两棵树当中 她选了分别上个树的果子 这是外表看了最美的那个 她以为吃了就如同上帝一样 所以出于贪心嘛 一种肉体的情欲 所以呢 因为这样呢 犯罪堕落了 这个也是中国的文字 再次见证创世纪 不是神话 第三个字呢 就是裸 裸体的裸 那个裸呢 是怎么来的呢 现在我们看那个裸字 裸字就是医字 然后一个果 人啊 什么时候呢 发现自己呢 需要穿衣服了 他吃了那个果以后 吃了那个禁果以后 然后呢 身体就变得吃生肉体 要躲藏起来 所以中国人的那个裸啊 就是衣字边 就是衣服的起源 是因为人吃了这个果 所以这个是中国的文字 跟创世纪的历史 有非常吻合的地方 然后你看包裹 就是人啊 比如小小baby生下来 要包裹起来嘛 对不对 因为baby生下来的时候 是吃生肉体的 所以呢 为什么 那个人需要包裹呢 人的身体需要衣服来包裹呢 你看这上面是个衣嘛 对不对 人需要包裹是因为呢 中间有个果子 你看 他是已经告诉你 那个历史的 就是说 人是因为吃了果 所以呢 身体就显露出 吃生肉体 需要被包裹起来 不然的话就不好意思 现在呢 我们来看 一个躲 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 他躲在哪里呢 他躲在树林 所以呢 这个中国人的那个躲字 是生字边 然后呢 旁边呢 一个木 表示 当时 人犯罪后的情形 因为人犯了罪以后 天起了两风 上帝走在伊甸园里面 就是说亚当夏娃里面在哪里 他们听到神的声音就害怕了 就躲在树后 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接盖自己身体 所以我们祖先呢 就知道老祖宗的一些创世纪的历史 所以当他们发明这个字的时候呢 很自然的就跟创世纪的故事很吻合 身体是躲在那个木 就是树木的后面 现在我们来到创世纪的最后 创世纪呢 它是 对没错 它是讲很多的起源 其实创世纪的最重要是讲救恩的起源 从天地 空虚混沌 变得井井有条 这是不是一个救赎的行动呢 从亚当的堕落 神后来应许给他女人的后裔 要拯救他们 这个也是一个救赎的故事 罗亚方舟又是一个救赎的故事 因为上帝借着罗亚的信心 为人类留下了种 以至他们能够继续存留到今天 第三个就是亚伯拉罕 神拣选他成为救恩民主的起源 因为神要拣选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要带出一个救赎的民主 以色列 以色列要带出救主 耶稣基督 还有圣经 借着圣经 我们可以知道福音 可以相信上帝 然后我们也讲到亚伯拉罕的孙子 约瑟 约瑟是亚伯拉罕家族里面的一位救主 他把他的家庭 从大饥谎当中拯救出来 那这是一个救赎的故事 如果不是约瑟 恐怕以色列民主就在大饥谎当中 结束了他们民主的命运 感谢主创世纪是一本讲关于起源的书 救恩的起源 今天5月16号的旧约概论 创世纪导论第二讲 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礼拜5月23号 我们就回到新约概论 由郑敦仁老师为我们讲马台福音 然后到5月30日 我们就回到旧约概论 由居礼亮传道讲出埃及纪概论 我们今天主学的内容都有录影 而且我们放在教会的网页里面 欢迎大家可以回看 点赞留言 而且可以分享给别人 我们的网站就是 www.lovinggracechurch.com 谢谢你们收看 愿上帝祝福你们